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要開始了嗎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雨萍 好上大學的那個暑假 每天都有去台北電影節看電影 那時候看的電影是 陳敏郎導演的 你的今天和我的明天 這部電影跟中山堂這個古蹟的感覺就是 好像帶給我某一種 電影可以給你的那種儀式感 一個在很虛幻的場合裡頭 一直不停逼問自己 到底什麼是真實 何謂真實的一個非常神奇的職業 跟我家的貓還有跟我媽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所有人的媽媽 還有每一個人養的貓 都是數一數二的好演員 可能因為我媽也比較 Dramatic吧 我可以連續三十天都吃一樣的東西 乾液麵 就是一個月 我只要一睡覺沒有調鬧鐘的話 都可以睡將近二十小時 我的衣服沒有超過時間 我是突然撤離的先鋒 最喜歡的女演員 是金銘喜 我最想帶她去的地方是台東的海邊 一起躺在一個枯木旁邊睡覺 我第一次演出的作品 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隻貓的孩子 在試鏡的前一天 去一個朋友家新居落成 隔天我一醒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要試鏡的衣服全部都放在她家 我有打電話跟那個同學說 我不要去了 她就突然大罵我一頓 然後她就說我現在立刻叫一輛Uber 上面有放你試鏡的衣服 直接讓那個Uber再去我家 再載我去試鏡的地方 Uber好像六百二十八塊吧 對大學生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所以她就是開啟我演戲之路的貴人 我一直長期的有在爬山 然後現在百月紀錄是二十幾座 最了不起的紀錄呢 我有單攻過嘉明湖 我在台北電影節 看過很多不同的觀點還有面貌 這些觀點跟面貌 都帶領我成為更多更不同的角色 邀請你一起來參加台北電影節 我們夏天見